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五届农心新拉面杯三国围棋擂台赛10月21号在北京拉开大幕 中日韩三国围棋精英将在擂台上一决高下 本届农心杯中国队阵容最为抢眼 本年度的四位星科世界冠军陈耀业 石岳 范婷玉和周瑞阳齐齐亮相 现任名人谭笑则通过选拔登上擂台 而韩国的李适时再度无缘擂台 崔哲瀚凭借外卡出战 崔独将带领朴婷环 金智熙 江东润和崔基勋向中国队发起强力挑战 日本队今年的主帅是老将张许九段 除了中韩争冠之外 首次采用选拔方式组队的日本队究竟能走多远 也是本阶类台赛的一大看点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日本京都的阿韩宗总本部 每年一届的日本阿韩同山杯快棋公开赛的决赛都是在这里举行 今年已经是第二十届了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登上决赛舞台的是两位90后棋手 村川大界和智田达栽 这是日本的90后棋手第一次会试决赛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围棋的新气象 最终来自关西棋院的村川大界夺得冠军 他将在11月初登陆杭州 与中国的阿韩同山杯冠军联校一决高下 好聊过了近期的焦点赛事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王源八段和球单云二段 今天他们带来的是第十八届三星车险杯 世界围棋大实赛十六强的一盘精彩对局 对局的双方是李世时九段和陈耀业九段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为您讲解的是第十八届三星车险杯 世界围棋大实赛十六强战的一盘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中国的陈耀业九段和韩国的李世时九段 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此前三十二强战双败淘汰当中 已经相遇过一回了 那一次是陈耀业超时胜李世时 当然那个棋局李世时可能也不太行了 那么这两位冤家路窄 在这个十六强战的时候又抽签对上了 到底这盘棋能够谁能够战胜对方 晋级到八强战当中呢 我们要来看这盘棋 好 王老师 对 各位就刚才小球给大家介绍 这个本届三星财产大师 世界维系大师赛的这个比赛故事的时候 就说到了 他第一阶段因为是这个双败淘汰 他们俩碰上过 陈耀也赢了 但是他这个赢的方式呢是超时胜 超时胜对于超级棋手来说 这样的事件是很罕见的 没错 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于双方心里都有一定的冲击力 只不过对我们陈耀也的冲击力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冲击力 对李世时来说肯定是很郁闷的 超时负满 我记得王老师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过那盘棋 是 是 就在咱们其他乐节目当中介绍过那盘棋 那盘棋呢 后来确实大概是李世时也不行了 杀大龙杀不掉 但是在那个之前呢 当然我现在不能肯定说我们广大棋 对那边既有印象 之前其实陈耀也这个路走得非常艰苦 非常艰苦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大概一年多两年吧 陈耀也和李世时是一对新的冤家 因为过去我们总是说鼓励李世时 是不是啊 火星撞地球 现在呢 陈耀也和李世时最近交手很多 换人了 换人了 那个棋的故事啊 这些也都相当的不错 那王老师我们边看边说吧 好的 这盘棋是李世时直黑先行 对 李世时走这个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契合 他们两位下棋啊 我们通过棋可以看出来啊 对 那么李世时很不服 心里想着前不久刚刚输给你一盘 这个超时输给你啊 对 但是陈耀也现在非常从容淡定 我觉得最近陈耀也有全面的提高 确实 又在过去很高的水准上 好像又有全面的完善 它的等值分又重新回到了第一 白棋加工 黑棋手脚 李世时是黑棋 黑棋手脚 陈耀也 白棋小飞 小飞 然后挂脚 开始都很简单 一监高家 一监高家 注意 这是一个 不是那么多箭的 现在比较少见了 现在比较少见了 同时呢 又是有他本身定式的这么一个下方 黑棋跳了 白棋陈耀也 拆儿 相对从容 那么黑棋下一招这个飞鸭 这就是李世时九段 他对陈耀也 我觉得要跟他夸张的说一说 对陈耀也的一种气势 一种挑衅吗 对 想要 想要挑衅 做出一个 比较早的做出一种挑战的姿态 这招棋呢 其实这个小飞 他拖这个是最简单的 拖这个白棋要搬吗 对 我们已知的 小木高挂 一监高家 这个定式变化呢 是这样的 是他跳一 然后拖一个 然后退 无论白棋虎还是挺二二 这两步都有 有长有短 这个这个 我就摆一个发现 那么黑棋就是就地生根的下方 拖 白棋断了 他就 搬住的话 他就断掉 对 这个就黑棋总能做活了 是的 当然白棋也不亏 总而言之 白棋要加工黑棋 黑棋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做活 这个定式已经生存有大概15年以上了 挺多的 已经获得公认了 退的话 他就打吃 你拐打他提掉 对 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陈牙越变了一下 这招棋在这儿 实际上仍然不耽误 李士时去脱退 他要想就地生根还是可以 一脱退 他在火 但是这个子的位置呢 往外了一路 稍微快一点 是好还是不好 不太知道 那么但是不耽误黑棋这个脱段 对 你这依然是可以这样下的 对 假如说你想下成这个定式 一样 没有区别 对 还是可以活 跟刚才一样 对 那么李士时呢 放弃了这个方案 他就选择了一个 比较奇特的下法 他就是 比较少见吧 因为我们知道 跳完了这个非压 是这个子在二间高加的时候 一跳一走 一非压过去是有的 一间低加的 一间高加的时候没有 是的 就低挂的时候 这样下比 这样下也比较多 它余地 因为它低挂 棋子生根 相对容易嘛 余地大嘛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很少的啊 所以这个棋呢 白棋成员也当然是冲端 这个子夹了紧了 而且位置在高的地方 但是这个冲端 立刻在左上角 就是叫千变万化 千变万化 以下呢 我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了 只能顺着他们的招法走了 黑棋这个跳是一招 它当然也可以打 打的话白棋搬 白棋是搬还是走什么 不知道 白棋另一种下方是扎 单肩这个 你接上之后 三三再钉 单钉 对 这个断的就先不动 咔嚓把你断开 先不动 它断在你的要害上 把你两边的分断了 这是一种下方 变化太多了啊 那么黑棋选择的这个跳 就不说了 这一跳呢 白棋有两种下方 陈耀岳选择了一种 相对简单的下方 比较硬气的就是这个 插手 一挡它一样 扎完了丁三三 就保证自己这块棋活了 脚上有空 然后黑棋再跳出来 再跳出来跟它作战 是的 陈耀岳选择一个简单的 就不说了 吃 那么黑棋当然是 漏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白棋下一步断吃 黑棋提 在这呢 我估计双方都花了很多时间 计算很多变化 就在这一瞬间小球 如果我们下围棋想要追求变化的话 每方是十个小时的棋的话 那这个简直你就可以做梦了 想很多东西 这个其实王老师 我因为跟人家就是这么下的 结果人家就别的地方有一个劫财 他给我抓过来的棋 我就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你比方说下一条棋 白棋可以走这个 所以他这个棋是可以找结的 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 好像这黑棋万结不印 就把他抓了 这棋就不行了 不知道 而且他千变万化是可以的 你黑棋可以六斤不认提 对 是吧 那白棋把这个数下来 你说这两招究竟谁大 因为脚上白棋是可以活的 就大家也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结材问题 可能别的地方 就是我上次下棋 就是别的地方 那个结我是必须要印 实在太大 结果被人找回来 这是一个吧 还有啊 小乔这个棋太有意思了 黑棋就印啊 因为这两招的交换 使微有角里头的变化 损失了非常多 然后他踢过来 然后他来 他来一下是吧 对 你说是白棋把这个 豪富曼这个大呢 还是他那个数下去大 买一个大 各位棋我请大家教我 所以我觉得我们围棋 要做这些故事 太有意思了 太多了 因此呢 也给我们一种启发 我觉得不独他们职业高手的器材精彩 有的时候我们广大的棋友 自己思考和这个摆货 比货比货一些变化图 也可以很精彩 挺有意思的 确实是 但是判断起来就很难 好 但是呢 作为世界这个职业大赛 你总是要拿出一个方案来 所以陈耀爷呢 选择了一个接住 接住 比较简单的下方 李诗师当然高高兴兴 尝出来 白棋长 下一条棋又是一个神前都说不清楚的问题 李诗师九段呢 他可能总结了上一次 他们两个下棋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盘 他肯定会回去好好摆的 就那盘棋呢 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叙述一下 李诗师在尝试着用一种功夫棋的方式和陈耀爷对阵 和陈耀爷对阵的结果 相当长一段时间 他功夫棋的 在那盘棋当中的表现水准比陈耀爷明显高 他可能想要在陈耀爷擅长的领域击败他 对 我觉得 但是我是说在那盘棋的表现当中 他明显高 并没有说他全面就比陈耀爷明显高 那么 因此他也许总结一个东西 我们看棋嘛 就品位 这个时候其实现在黑棋有很多下法 对 比如说最大方的就是这个挺进中原 这也没什么不轻的 我觉得挺好 完全可以 但是他为什么没这么下呢 可能就是总结了一个对陈耀爷 第一个 如果有可能你要误实 有可能你让他来攻击 或者是你使一个拖刀剂 然后使他要躲避战斗还躲不了 等等等等 促使了他下这一招棋 就这招棋是比较奇特的 看起来他是针对陈耀爷的特点 做出的这个选择 对 我让你攻 其实这个棋形我觉得很容易想到的 黑棋想在这儿比如小尖之类的 小尖倒不见得好 可能是不是有点虚啊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合理 就是因为他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合理 为什么呢 你这个唯一空也没有多少空 这漏着风了 太低的 同样是都没有空的话 都是需要花两手才能成空的地方 那么你当然位置高 对中间影响大 你最简单的就是 但是我们也会因为一个图绘 给大家说到这个变化 就是他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一扭断 不是把这个地方打开 就是把这打开 当然你打开一面 在另一面你要付出代价 但是毕竟有这个手段 所以呢本来要走大概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最正常的一定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去请教 又一篇老师的话 他肯定看都不看 肯定是这个 就是这个入府真正面 诗相下也是这么说的 好 那么李诗诗故意的下了这个 我们接着看吧 很有意思 他正常 既然不跳 那么我要先镇住 这是好奇 让你先拐个弯出来 至少没有那么跳出来的顺着 下到这招的时候 我估计陈阳叶是不是觉得 我跟李诗诗下棋 其实这个气场好像李诗诗有点不丁静 他会不会有这种感想 这个是陈阳叶当时内心的活动 是怎么样 不知道啊 我推测 其实李诗诗怎么有点不丁静 这个棋 扳 黑棋反扳 对反扳 这个时候不能乱断 因为这个棋型被人提了接触 太恶心了 对对对 这拍下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只能反扳 反扳好棋 但是这个单街也是好棋 这个棋功力很深厚 所以我真的觉得陈阳叶九段是 好像现在不是像过去那样 觉得李诗诗怎么样 大敌当前怎么样 他说不定非常享受 想跟李诗诗下棋 好下一招棋又是好棋 独散其身 把自己先走好 叫吃 黑棋暂时没得动 因为黑棋这个棋型 很显然是有个刺断的弱点 但是你直接刺断它的话 你这个子不一定吃得干净 而且呢 人家连得很舒服之后 外面借用很多 对 所以你让他自己补 他就挺难受 好 李诗诗还是先靠 紧紧的靠住 这是非常紧测的一招 好 下点这个班 这个班呢 我觉得小邱 咱们这个就要探讨了 这个班要探讨了 我的建议是他提 单提掉 对 然后呢 下一招让黑棋走 你不走我再班吗 那他肯定得走 你走哪 你走哪 当您走这的时候 他脚上接你一下 有点难受 是不是 你怎么转个圈 吃了一个这个东西 而他这个地方铁后 已经影响到全局了 这个符合成药业的胃口 是的 如果您要想先脱退完了再走 不是谁大一点吗 你脱的一瞬间 他再班你 就我们来抬杠 看谁大 你真抬杠 你说黑棋要走这个 举个例子 他说我根本没看见 看谁大 这一招白棋是铁 是不是 而且味道还不好 当你要从这退的时候 你刚才拖这个 他又搬到这儿去了 有这个子的呼应 他可以搬这个 所以这会儿 也是所谓停一拍 然后斩草除根 看来中间这个提通 还是比想象中的大很多 没有 你这一提 李世实他很难受 他失去目标了 他的其最大的特长 就是发现目标 像猎豹一样 追击你 没外没了的追击 以每小时105公里的速度来追你 但是你突然全部都活了 都厚了 他就失去目标了 这个是一个推荐 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的 那么 搬了一个 然后粘回去了 粘回去 这搬一粘 小球我感觉 这个棋稍微有点色 就灵动不够 也许你刚才停一拍好 所以当初这个攻击 确实是 李世实故意让他来攻的 对 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出时来了之后 这个头出的还是很唱 出来很唱之后 他这也一靠一场 觉得很舒服处理的 所以说你看起来很舒服的 这一阵 并不一定有什么实质的收获 但是接下来可以去把这个 哇 我觉得你一提 这盘棋李世实斗志都受影响 就陈杨宇本来很清楚的 但也许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有点想蹭蹭追击了 就说你这个难得还会接吗 这还有间断 你怎么善后 对 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太干净 要提掉 我还是觉得要提掉 提掉确实很大 对 白棋飞出来 你飞出来 好 下边该黑棋 这个耍微风了 黑棋靠33 白棋刚才这个飞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刺断 但刺断吃得不舒服 对 被人拐下去就先手 对 打给大家看一看 你吃它就接 它冲 它冲这个你走哪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提醒怪 所以围棋的形状很重要 还有它这个子也是很阴险的 它早就防止你走这个的时候 它可以走这个 而这个子在这情况就不一样 对 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如果说这个子搁在高的话 白棋是不是刚才提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也可能吧 对 因为他小飞 他可能觉得提了对他没有什么伤害 对 这也是 很微妙的 就这些地方 就他们高手类型想的东西 比我们在这给大家产生的东西 要多得多得多 是吧 应该是这样 有关系的 所以李适时这招非常狡猾 但是陈耀业呢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耗掉 太好了 我们看实战 这个地方看它不舒服 它不想这样 实不舒服 以下两个病情 以下完这个李适时成功了 对 我觉得是一个是记忆成功 第二个是心理成功 所以李适时九段是非常聪明 非常有谋略的一位棋手 说他具有敏锐的嗅觉 下一步 接近于单关 补一招 就骑行 这有半只眼 这有半只眼 那外边有一个方方 这块棋就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相对而言 还是黑棋比较厚一些 黑棋好 我认为黑棋好 我也觉得 我们接着看 那么陈耀业九段呢 就到右边分头 是吧 他也不肯在中间再补棋了 他就成单关了 那么李适时逼住 白棋拆二 是吧 对 你看他现在不攻了 他现在手控 刚才这个立于手控吗 是的 他很狡猾的 他手控 前面一看没劲了 这个棋 大跳 大跳 下一招棋 体现了李适时的功夫 这招棋下得太好了 这个如果实力不够 怎么下 这个猛打猛冲 满干满战都有可能 他是跳的 这招棋我非常赞赏 太好了 他的味道在哪呢 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看见他这一线薄 但是你用这些方式去突断他的话就坏了 没什么用 你投入一招棋 这招棋不见得有什么用 而且呢 这个地方你不投入呢 他也担心人家走这个 你看刚才就给大家说了有这个变化 他碰你必须搬 他一断 他再一断 你怎么办 那么你吃这个 他就抠打这个 对 骑进通了 你吃这个呢 现在他吃下去之后 你发现这个右上角啊 黑骑不是很自豪的形状 他就接上不打你 他这个把你穿开了之后 因为你两边都这个活骑啊 差一点那个意思 对 你要保证这块骑是完美的 你必须搬这个 但是你搬完这个 自然伤害这个 这两个子也不一定死 但是你的空没了 他变后了 是吧 所以理事实九段就是 实际上他这一招骑啊 不仅仅是扩张这个模样 第二个静观骑变 第三个防人家这个靠 防这个靠 你看就这么稀奇 是 你现在靠这个 它可以长 你再长这个 它可以挖 是吧 打吃 你吃它就接上 你接上 你接上 它就推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个吃你受不了 这个东西推出来 我们发现这个猜儿 好像已经很悬了 已经快 快 你这个冲 都不一定冲得到 冲我可能退 就算你冲我打算 你这菜也没活 对 所以它是间接防这个 你说它多狡猾 但是就像常言说的一样 就是人呢 它有它的长处 就有它的短处 后来理事实 一路顺风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就什么呢 太投入 太享受这个味道 因为现在 陈耀叶是他眼中的大敌 我觉得 可能在李适时眼中 陈耀叶比鼓励还要大 有可能 因为他们俩好像胜负差不多 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 肯定是陈耀叶 输了好几盘 赢得比较多 对 而且都是大赛 是啊 赢得他很痛的 赢得很痛 而且那种棋 为什么会很痛呢 就是确实我们陈耀叶是高手 但是和李适时相比 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李适时拿不住 拿不住陈耀叶 对 所以他这个心里着急 对 那么就很投入 很投入之后 后来就出问题了 我们接着看 这一跳 白旗这个差二比虚的 不然被黑旗逼过来的话 这旗简直黑旗要大踏不领先 对对对 这个太大 这得对 这个当然就暂时不走了 好 李适时继续投石问路 他还不下这个 就这个 他不是从那把你分断了 对 开始攻击的 现在你这个也没有了 是的 因为黑旗这个分断的 其实这个旗行不是太安全 哎呦这个不好 比如说被人家刺一个 你是脸哪边呢 对 这个形状不好 所以他飞在这 先刺 先刺 投石问路 而且确保这块旗没问题 有了这招旗的牵扯 然后盯着这一线的味道 下边白旗 白旗飞这个 这招旗我觉得应该写文章 就是 也可以说陈耀叶 这个很能够忍耐 对 不要着急 他这个非常知道 同时他内心的痛苦 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招旗非常难受 但是他确实不能下这个了 下这个旗可行够呛 效率太低了 这靠也有 二路爬你一下 你受不了 这个靠段仍然变味道 可是这一招旗 我们大家感受一下 它等于也没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这个旗 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才好 确实很为难 很为难这个旗 但是没想到 后来非常光辉灿烂的前景 是因为这招坏旗 看上去不像好旗 这是 由他带来的 对 就是 大家靠李适时配合 李适时下一招旗 确实有点 我觉得有点太投入 有点急了 他的正招应该是先冲 先冲一下 对 你挡住 你这个B打 然后二路再爬 继续等待 哎呀 这下一招白旗怎么下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旗行被冲了一爬之后 就是说黑旗局部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基本上 然后白旗对他而言 白旗在这个外面的弱点 依然存在 你不敢随便搬 搬了以后有可能有断 而且外边虚拟 而且它爬着便宜就行了 对 这两次很难受 好 我们看 李适时突然急了 太投入了 他可能在这经过了一些什么计算 没有防盗 成要也非常巧妙的应对 对 这个图形我们放在这 大家留有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黑旗脚上 有接近二十目旗 十五目肯定是有的 是的 后来变成了白旗的 差不多二十五目左右 您能够相信吗 这个地方是白旗的 二十五目左右 你现在看了觉得不太可能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他们三手起发 我就是让你连走两手 你都很难做到 有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围旗这个沧海桑田的变化 有高手他投入之后 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进入一条轨道之后 刷不住车 刷不住了 进来看啊 他一靠 然后白旗就没有给他 再冲的机会 他立刻就靠那个 白旗跨 这跨 仍然黑旗要退 要居住是可以的 挡住 他现在没跨吧 他先走的 现在没跨 他就是先跨的 先跨的 他是先跨 先跨并行 对 跨 再断 他就不给他冲的机会了 这刀旗呢 黑旗要居服本来有这个 但是这个太难 这个受不了吧 他叫吃一下 这有挡的先手 是不是啊 还有叫吃一下 一冲还可以断你一下 然后我这边就可以考虑煎出来了 我那边都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来看看 黑旗人多的地方 这个被人家定型定成这样难受啊 他一冲你总要印了 小桥是吧 小桥是吧 对啊 那他说我断你 你印在哪 我只能印在里面 哇 这也要哭了 不然被翻吃 我脚已经死了 他翻吃 你一提 叫吃接上 他一接 吃掉你不说 就算吃不掉 他挡这个 已经吃掉了 已经吃掉了 好 所以呢 一跨断的时候 这个棋呢 黑棋要提 白棋下一招 要吃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只能提这个 那这个棋型也是完全一塌糊涂 是不是啊 但是这样也比后来好 就是黑棋就这样提掉 也比后来好 也比后来好 但是最初当然应该冲 但是他所谓撒不住 说是什么呢 他现在看 我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 我刚才冲一下 爬一下不就完了吗 他肯定后悔这事 我为什么先冲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好 所以他很抬杆 他就退了 退了暂时也没齐啊 对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没齐啊 你一挡他弯吃嘛 没关系 你挡里面我就拐出来 对 这个还是很严厉嘛 但是 来接着我们看 陈阳叶的 一起合成这个地方 这你已经没法脱手了 你也没有退路了 人家搬你不能脱先了 对 这叫吃你不能不理 人家提了你还下什么 好 那陈阳叶开始推土机 这个已经是完全在 白棋的掌握之中 在推土机 这个电话 我估计在李适时 老子里散念过 散念过 他认为呢 还是白棋不行 但是突然之间啊 也许他有个忽略 他突然一想 有一天白棋搬这个 我印在那 他才发现这个图不对 黑棋不对 就是白棋搬在这 你印在哪 你看你要外边干净是这个 人家先手度过 那么你要吃这个呢 人家快一起把你戳掉了 对 你只能走这个 人家一挡还是度过了 就是说这顶边白棋是过的 而且他一般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你不走这个 他过的木树好 你走这个破他两木棋之后 他还不走了 但是这个又有线上 就这个细节可能决定了 最后李适时才一看 发现不对 这棋有点问题 刚才其实黑棋挺顺的 对 我想说黑棋优势还比较明显 但是现在一看 有心里发毛 就吃了半天 吃了这几个子 我们接着看 但是陈阳叶 你要亮招才行 这个李适时也都是算到了 他就打 是吧 黑棋拐 跳了 是这样吧 是的 白棋在一跳 很精彩 陈阳叶一跳 不行 这个必须翻起来 不翻被人一尝死了 对 下一步非常冷静的焊机 这个气藏得不得了 顺便给广大棋友说 这个大脑袋没有 这个大头鬼 因为这个是软的 你这边来不及 你来不及 你必须吃 他也焊接 这个地方和这三个子 杀气是黑棋 不知道差多少气 因为他脚上可以做个刀八五 对 脚上很长 但是呢 不幸中的万幸士 李九段一看一跳这个 觉得还是黑棋好 因为他毕竟可以封上 对 气了就气了 这个大局还是黑棋好 但是 有但是 小球就知道有但是 接下来陈亚裔这两招 下得非常好 但是呢 他可以小煎一个 哇 我估计这两招是 又是在李适时的预料之外 没错 这个形状看起来不好 可以说是恶性 但是我觉得过去李适时九段 他的一个长处就是 他是远远地超越这个定型概念的 对 就是什么叫恶手 什么叫鱼型 在他那是没有意义的 他觉得怎么下好 他就怎么下 他不管形状的问题 没有美观与否的问题 陈亚裔这个 这个形状一看就不太好 你看恨不得小煎这个型 被人家正好 尝出来就是一个好型 是的 黑棋是好型 但是现在呢 这个白棋这个煎呢 主要是要强调 我要出头 只要能冲出来 那么我把底下三个子都吃了 这木树已经得了一大把了 那接下来这个棋局会如何进行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三星杯 李适时队 陈耀业的精彩对局 现在呢 白棋在这小间里 刚才告诉大家 这个小间是一部好手 这么棒 非常漂亮 黑棋当然是搬 蛮以为白棋还是要缩回去 哇 这个搬出来 就是记立而行 就像在人群当中 踩着人家的肩膀 然后又扶着人家的手臂 然后就拼命往前振 振抱那种感觉 非常漂亮 关键是黑棋无法抵挡 这棋怪的 黑棋动不了 你不能撞这棋 撞这棋帮他走好了 他接上 对 他走好了不说 你外面还不 哇 这又冲出来 他先手吃 这个受不了 所以这个不行 下一招 以下的变化是必然的 他所以他要吃这个 对 也可能这个地方 李适时的蒜头 比陈耀叶稍逊异筹 他可能以为还可以 白棋藏 结上 对 白棋冲 必须冲吃 下一步 没有办法 必须再补 你补那边人冲出来 这底下我给我死了 对 他先手吃 你受不了 必须补 补陈耀叶再断回去 这看起来太成功了 头也处出来了 棋子也吃掉了 再尝出来 是的 这个刚才给大家形容 我现在数一下空 就算他接 如果你搬接先手的话 二二四六八十二十二二十二六二八 最饱满的数控法是二十八目 但是扣出三目棋的补棋 二十五目没问题 所以刚才黑棋的两个小飞的脚上 是白棋的二十五目 你说出来谁姓 说你吃人说梦 非常棒 这个地方 陈耀叶的算路胜一筹 这个结果 我觉得无疑是白棋好 但是全局形势是不是赢了 还不一定 我觉得全局是白U 但是没有赢 而且这里头还有些味道 对 主要是这个问题 现在高一段落了 黑棋继续 飞一个把这个子赶紧跑出来 白棋跳 对 这招陈耀叶酒店松懈 这招棋松懈 他觉得形势不错 松懈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白棋有可能的话 要抓住这块棋 然后缓解这个地方的压力 对 顺便影响中腹黑棋 缓解这个压力 然后进入右边 这个几个一连串的目标 一实现这个棋就有优势 所以我觉得它这条棋一定要刺 一定要刺 那么它接上 它如果接上 我就有点不会了 那就这个 这个我也不是很会 我就借力就把脚上关子也收了 那你刺一个我还能下哪 我不知道 那你可能是接嘛 对 我不能被你冲过来 你接它就飞了 它就速度比刚才快一头 而且你这个拖永远拖不到 你一拖我就吃 是 那么你一爬我就搬 你还是没活 是的 是不是啊 你就算你爬嘛 我就搬住 搬住 这还是很大 你这个拖拖不着 如果你拖我就吃了 你拖我就吃了 然后我就顺便把它一补 因为这个要等你走了 我再补 如果你是先补这个 待会儿它这来妖怪你一下 你还很难受 所以这个棋很绝 双方僵持啊 有的时候要让对方先出牌 你出了我再出 下得比较好 你看这个地方就很生动 你有了这个 我才能飞这个 如果我什么时候一着急 比方说我先飞这个 那就坏了 你被它这一吊 这个效率就不对了 当你还要拱这个的时候 最夸张的 我是最夸张的 那它拖还又变了 这边就变了 完全可以脱先了 它拖个别的就行了 这段很妙 好 陈亚叶在这放松了 这个跳是完全放松了 李诗诗一爬 他发现这棋不舒服了 为什么呢 小学是这样 他现在拖你 你走哪 跟刚才不同了 跟刚才不同了 对 现在冲出来了 是不是啊 你们一般吃 一走一走 他叫吃 你这个只好接 你提也无所谓 他就拍打 你接他在弯打 打给大家看看 这地方非常重要 可以切一段 我只能走这 挖吃出来 接上 二入拐打 要切锁 如果说你现在挡这儿呢 我这个提先留着 我可以拖先了 我提也可以 就提活进了 就活进极大 而且你整块没活 将来一走到这 你整块没活 对 所以白棋一定是提掉 提掉黑棋可以冲出来 提这个 那黑棋把这个冲出来 那以后这个中央的后势 很容易发挥 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最重要 陈也九段的放松 也是这句话 就是说 他跟李世世 最近这个下棋 这个心气太好了 就连你老人家 这个超师傅的事 都玩过了 你想想 作为一个棋手 他的心情 本来就是一个 自信满满的人 再加上这些外在的因素 你想想 所以就难免 这个放松了 李世世一爬 他发现不能走了 对 他觉得这个棋 得控制一下局面 干净把那边的控制 拖 你看 李九段也很稳 他们都没有 也不敢轻易吃 要是换一个对手 换一个年代 过去的李世世 就不知道这种事有没有了 他就吃你 现在都算了 然后白喜嘉 所以他对陈耀业 李世世现在对陈耀业 是非常下期 是120%的投入 就很想赢他 因为他现在排名第一 而且他们两个人 老是较劲 对 在一起 他就要兢兢业业的赢你 他是这样想的 对 我希望他们以后 还有更好的故事 好 白鸡这个跳 这个也是很 有点不清楚 究竟是不是这个最好 要拼胜负的话 小秋 就这两招不走 拖完了就不走了 这一代就不走了 我就说 你只有本事 你来围这个 然后 然后我再来掏 太狠了 对 然后我再来掏 这一类的 这也挺狠的 对 算了 陈耀业可能也觉得 形势不错 因为这地方 顺便给大家说 这还有一些味道 是的 因为一旦黑棋一下立 一旦下立 这个地方 还是有好的味道 因为白棋这周 不是绝对走得到 走得早有点损 走得晚了 有可能走不到 他立完了这个立 先手这儿搬过 没错 所以还是有一些味道 有些牵制 全局形势 我想说是白棋稍好 但是李氏氏肯定不答应 还有很多未定因素 他走这儿 这个你看白棋 这个松缓了 黑棋进去了 对 现在不一定好了 两边 如果一旦被分断的话 白棋这块跟这块 都没有活进 对 需要处理 白棋先上铐 小尖 人家不理了 我要求先 威胁你这块 你先把两只眼 摆给我看看 对 跳起来 白棋扳 对 黑棋呢 在底下先做活 对 要求 然后白棋靠出来 对 黑棋呢 也不敢一本正经地吃 接上 下面一条棋 李九段下个随手棋 就最早棋随手 你觉得它是不是 一个先顶 先顶这个 对 双顶这个 让你挡住再来 这就对了 先交换一下 先交换 你把弱点全暴露出来 一会儿我就断了 对 后来由于这个没走到 这个棋 黑棋一直赢不了 这个要是先走到这个棋 现在黑棋可能又逆转了 这样可能黑棋又逆转了 因为毕竟它是抢先动手的 刚才白棋这应该 趁身追击 紧紧咬住 好 他这个有个随手 他走这个 我一个 陈阳一看 非常敏锐 赶紧把这个棋打掉 这做活 白棋又失去目标了 下沉这样 然后急了 就下出一关手 这个是吧 他先扳 先扳 这个很爽 这个太舒服 这个又活齐 又带着木 而且还是先手 然后再走在中间 中央这个木先撑一下 这样就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但是它毕竟有中间搞乱的意思 也许 也许是不是这一类的东西更实在 就是纠缠着 你一扳它就反扳 从这个地方纠缠过去 他这主要 凑陈阳一两招好齐 理事实的齐又不见得好 人家一靠 它没法动 你看你一扳 人家再反过来一扳 不能动 怎么办呢 那只有把这个切断 人家这先来一下 所以高水的形势也是起伏的 再一接 白棋一看 这个周身难受 还是兢兢业业把拍死 拍死呢 人家陈阳一从这儿拐住 你等于封了半天后手 还是没封干净 对 如果说你能把他封住 然后回头逼他回去 慢慢一个一个收气的话 那这个墓鼠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理事实还是很冷静 我从他的账法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我觉得他跟陈阳一 最近是120分的投入呢 你看这招期他是接的 明明知道我这一拳打过去又扑空了 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对 要是换过去 他肯定是长了 最长呢 这里头主要这个冲断 太讨厌了 但是黑棋是可以抵抗的 对 是的 他这个是最简单的 还是说稳住 走干净 对 他要求把自己的旗下厚 对 是不是最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出理事实 对陈阳一 他那种全神贯注 全力投入的感觉 谨小胜微 即使落后都不着急 对 黑棋提掉这个 你看这个还要提 这个不提 他主要有些什么讨厌呢 小邱 他将来这些地方 是不是有些东西 底下不太干净 不太干净 很讨厌 对 还有这些地方问你一下 你是走人 这已经要出奇了 走这儿的 所以你看他自己转着圈 要把这个提掉 由此我们看到 这一招棋 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想封锁白棋 是的 封锁变成第一个后手在这儿 第二个后手在这儿 是吧 对 他这个也带有 不让白棋出头的意思 现在你出头的话 你走不动 那有可能是 你靠这个 他挤断 先把你断开再说 让你先飘在外头 那么白棋呢 也不管一切的 先把这个木树给抢了 这个时候木是很重要的 太大 任何时候木都重要 到后半盘的时候 好 黑棋 腻下去 要求便宜一下 让你接回去 对 他现在以后 让你收很多气 但是白棋先冲他一下 好手 这招棋 哇 堂堂李适时之后 在这尖 非常难受 这招也是好气 试完一手之后 该补的还是要补 所以他掰 打吃 现在可以叫吃了 因为这已经补了 插了一口气 这不一样 接上 然后接回去 接回去 这个要接 不然外边要收气 黑棋提了一个 对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还是只好吃回去 这个在吃回去之前 王老师 我觉得他是忘了吗 还是他故意的 故意的 故意的 不是忘了 他不拍吃 那个不大 逆收三目 就是本身逆收三目 然后外边就算黑棋 美景一气 多一目也才六目 没有那么打 那么就是说 他断的时候 他不要 他就是不要打 我就是留给你 就是留给你 我觉得就是留 因为按照他的这种 那不太可能 他是保留 不会的 对 是的 他是要把这个流程 以为结材用 不是忘了 就是逆收三目 外边 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想象中 黑棋美景 一个先手是一目的话 就是六目 如果某一个堵的 这个口子 他放了洪流进去之后 目数更大 也就是六目朝外 所以没有那么打 所以白棋直接搬过 他是觉得他没搬打 所以我直接搬过 因为一手机就不进了 对 是较劲 陈杨也是较劲 理事实是故意的 反正我不认为他是忘了 我觉得他 当时有媒体说忘了 不大 因为本来不大 基本上是应该是故意的 对 行 结果白棋搬过 白棋搬过 得搬过 全局是细棋 可以去挖一个 但是是白棋不错 现在好像还是白棋不错 长 因为理事实 这招棋 这个定型定的不好 对 一走 45 45 47 因为他 陈杨月是 棺子扣 你看 现在来顶 顶不着了 就是典型的 客州球 白棋走在那儿去了 人家不要了 就这个地方 是不是交换着区别太大 因为他咔嚓起来的时候 力度不一样 对 但是他现在很厉害 理事实他不能去吃这个 吃这个 他说陈杨月最喜欢拔花 下一招去把这个抠打了 就你要吃这个的话 他提满你接 他把这个抠打了 你就没文章可做了 所以现在咬牙来顶这个 这个陈杨月非常清楚 一顶 这个木树已经一大把 这一段也有较劲 理事实可以先叫吃的 所以陈杨月最较劲的补法 是补这个 就像这个一样 撑住 这个是不一定撑 小球 因为他这个扳虎明显是先手 待会有个家 但是跟上面会有点关系 有关系 所以说他也 但是要较劲的话 就是你不走 我就走 按照这个气氛来判断的话 有的时候很难判断 凭这个感觉 像这种 理事实你不走 陈杨月我就走 这个地方理事实你不打 我就退 我觉得这个才到位 这个更到位 但是不一定好 因为木树现实可能亏了 鱼目多 黑棋斑 黑棋斑 但是这些都盘上了故事 白棋管这个继续抢 管这个很聪明 对在这 这两步已经是一大把木树 对 都是银子 白花花的银子 黑棋贴回来 白棋走这 对白棋走这 正常 这个字得往回跑 这个走这也是非常客气的下法 这两招是非常客气的下法 要换 这下法要换 白棋应该要赢得起 是吧 对 看这还有穿呢 拍吃 他觉得这个样子 可能白棋的木树还不错 他可能前夜判断已经赢了 58 搬毡 哇这个大 接上 61 62 63 斑 64 断的 65 66 67 68 你看他这个 好像都是顺风满翻 下得很顺利 对 而且边边角角 这个空仪算已经够了 对 后来李适时开始用墙 尖 他这个地方还是下得很稳 他就一个一个往里挺索 看你怎么守 守一个之后呢 还是先把这个最大的关子走到街上 对对对 不然被白棋一提就要全通了 对 白棋也必须补这个 不然人家家 家也受不了 是的 其顺 然后接下来黑棋板 这个 板 73 好奇啊 断打 这个必须要断打 然后打结 打吃 提 这个就对心里是一个冲击 你看被他当一个劫财 他前面没排斥 就是举好 先留着 所以你看嘛 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李适时不打这个 他还是有 他真的是无尽其用 这个旋律才美 有些好的棋 当成劫财来用 才能把对手活活气死 他就是这样 他有的棋呢 我就是先放着不走 对 让你选择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个不能打 只能退 然后顶头 黑棋的所作所为 主要是争取在这一线 把木撑住 能够 切来 没数 是的 但陈杨烨这个也有点放松 他根本没有怕这个 所以你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 他觉得无所谓 他贴住 贴住 然后他贴这个 贴这个 黑棋提结 提结 对 挤了这个 挡住 提结是吧 他顶一个 这个要硬 挡住 对 不一定 但至少不一定便宜 差不多 接下来就不骑 黑棋 对 靠到中间 天圆 因为你事实 结财并不富裕了 走别的有可能要损 是的 所以他 我估计也独秒了 选择了这一招 但下一招呢 黑棋下的是有点问题 白棋是吧 白棋有点问题 对 我不明白 白棋为什么不走这个 我真不明白 我没看懂 白棋走这个的话 他大概只能接上吗 那我要提也好一点 我提在这 对啊 提在这 提在这 他要走的话 你得走啊 我吃了这个多大 是啊 就冲斥也很大 而且这个上面拐冲 哇 这个没东西 没东西 这已经差很多 为了半天 没多少东西 我的意见是 下次这样 我看是白棋赢了 但是他们高手 究竟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 这样不是明显就赢了吗 赢了不多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这么下 对 就这地方 基本上是这盘棋 后半盘最大的 疑问的一招 就陈阳一这样下 应该能赢一点了 我就觉得是 这个我们看看 实际上是很荒唐的棋 他直接提了 他提这个 这个显示是昏招 然后人家打到这儿去了 你等于什么都没有 然后发现你中间这个 人家一靠 已经把你彻底端了 你根本就两个 而且你这个吃了没用 你吃这个接这个 你吃这个接这个 没用啊 这个是昏招 现在是郁闷了 这棋 对 拐冲 对 以下我觉得这一招法 我们就能看多少 算多少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后半盘最 最要过筋过卖的地方 过筋过卖的地方 就明显赢了 他为什么是这样下的 但是当然是个高手 就会犯错误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它 把这个打拔了 这个打 那黑切是不是扳了 它挤打 挤打 接上 这个提后 这个提了 然后护住 这个必须护住 左上角是不是挡一下 可以挡一下 接上 接上 把这个扳了 扳 对 这个必须退 这个都是一招一招 如果是读秒的话 读到这个50多秒来一下 这中间呢 他科技也没有跳进去了 嗯 他现在收了这个 哇 这个这个 这是逆收 这个逆收三目 三目以上 或者顺收是七目左右 因为他现在已经看清楚 就剩下两个大关子 一人一个 嗯 但这个棋如果有 有这个 据传说 嗯 如果有传说 说他们两位高手 现在已经看清楚 是谁赢了 那我就表示 是比过去更佩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政府还是不清楚 嗯 然后白棋收这个 嗯 但这个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太好 他主要是看着 这两个是一人一个 所以他逆收了这个 他逆收了这个 对 这两个是 就剑合 我看 我现在来算一算啊 我现在来算算 就这两招 哪一招更大 就是白棋挡这个的时候 黑棋是不能下的 我只能跳 那么他一叫吃 你得提 对 我这是一 二 三 四 五 五目强一点 对 加这一目 可能是六目左右 六目左右 因为黑棋一跳到这 他虽然是后手 但是他下一步一走 他会变一个 你必须走这个 对 因为一段了扑死了 但是就意味着 他这两目是先手 这个不止一目 这个是两目啊 对 因为他冲了一顶啊 一接 你这个可能要补回去啊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目强了嘛 是 所以这个棺子是六目强 这个跳有六目吗 这个跳 你看 我把这一圈收完了之后 就看您要不要挡住 我挡 我挡 这好像没有比党更大的关键 我挡 我挡 你下一招你也很难受啊 我搬 我搬 对啊 我大概得冲了搬毡 这个搬是三目强 三目强 你搬毡我到时候冲你一下 冲我大概要立下去 你要立下去是吧 不然那我挡住 被您先手搬一下 四 这个是四目五目 这个肯定不到六目多 这个比这个大 是吧 对 我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比这个要大一目多 各位旗友当中有高手 也可以跟我较一下劲啊 我的结论是这个比这个大 但是不一定 但是这样一来 有可能插出一手棋 有可能插出一手棋 因为他跳完挡住 可以黑棋可以选择下一手 收在哪里 下一手你基本上要收这个 你不收这个 太大了 我再冲这个 各位我这一冲 一口一接 你这全部都没目完 小球你这个距离很大的 是的 那如果这样会不会赢 这样就赢了 各位我们这个关子 是太复杂了 是不是 是的 你比方说这个东西 究竟应该怎么收 还有他这招期究竟有多少目 是算不清的 就准确的数字很难拿出来的 当然有些著名的高手会 就张可跟你说 三又十六分之一目 或者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不要全信 他心里也并不自信 也不一定 有些东西没法算 他实战的 只能估算 实战的 看他实战的 看他几步吧 再走到这儿 然后把这个沾上了之后 断了 断了 接上 把这个拐回去 这个不止两目 因为还破掉了黑棋的目 嗯 下成这样 黑棋呢 后来下得很稳健 他也没有继续在纠结 他就把这个虎了 嗯 这个不要 这个不仅仅是稳健 因为他有可能是跳进去的 这起手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棋 人家拐到这儿了 他就没有跳了 基本上没跳的可能 所以最后 这盘棋最后一个疑问 嗯 不太清楚的 是陈亚叶九段 是不是应该走这 应该走这个 恰住他 对 这是最后一个疑问 我觉得没法做结论 嗯 但是考虑到最终 陈亚叶这盘棋 输了半目 所以我强烈建议他 这条棋 他必须拼命 挤在这 嗯 必须拼命挤在这 他如果 要看劫财的问题啊 因为白棋把这个 薅过来之后 这个劫虽然很狂啊 白棋大不了嘛 就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嘛 对 对吧 这块棋死 但是什么地方 能够再吃回来呢 什么地方能够再吃回来 哎 这个地方至少有劫啊 铺一个是劫 但这儿黑棋有几个劫 呃 换句话说白棋 这儿也是有劫的吧 小学这地方有劫吗 没有 没有劫啊 嗯 没有劫 那能不能拼呢 总之呢 后来假如说是拼不动啊 只能找这个啊 我觉得可能拼不动 最后是非常遗憾 是啊 他打吃了之后呢 就是说 那边还有一个劫 这个劫他也没敢打 他可以几打 铺进去跟他打劫 对 但显然他劫他不够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拼了这个 哦 那换句话说 到这会儿 可能这个棋已经输了 后来黑棋就把这个 粘了算了嘛 就粘掉了 粘掉 嗯 那基本上就没有出入了 嗯 这个故事再给大家重新叙述一下 后盘有两个节 但这两个节 白棋都苦于 劫才不够 对 而没有打 不能随便打 第一个节呢 就是这个节 他挤住 对 一般我就吃 打这个节 劫才不够 这还是大尾巴狼太重了 所以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他的恶果是什么的 人家挖街这个还是先手 挖街你得团这 不然待会儿他一胖 就对他这 他还有木 如果你早知道 他挖街你要胖 当然就要这了 这已经撑住一木了 就差了一又三分之一木 一又三分之二木 这是一个节 第二个节呢 就这地方有个节 这都理论上来说 有一个节 一打一扑 但是这个节才不立的话 你就没办法打 节才不够 我看啊 我们大家欣赏奇迹到这儿啊 通过这两个节总结这么一个东西 就还是拜托各位 你们在下棋的时候 那种先手不要随便走掉 他们就是劫才 最后呢 这盘棋的结果是 李适时以半目的优势战胜了陈耀业 晋级了八强 好 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感谢王源八段和球丹云二段的精彩解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各位旗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